食品局科技研究局和南洋理工大学签署协议 合作成立未来食品安全中心 新成立的中心主要负责推动食品安全研究 以及开发本地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以确保像细胞培植肉品等这类新兴食品都符合安全标准 除了检测食品的安全 未来食品安全中心的科学家也计划开发新的食品来源 例如使用豆渣制作食品 豆渣是豆奶或是豆腐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我们想要做的是业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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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开始工作 我们可以确保他们与这些美好的想法 帮助我们食品安全问题到市场快速和安全 中心也计划制定监管框架以确保新兴食品的安全性 同时和其他的机构合作提高公众对新兴食品的认识 新实验室设在南大校园内 预计今年终启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